这肉的感觉没睡醒,哪我靠 大可感觉也没睡醒,马两个人都感觉没睡醒 好了,应该开了第一场是休花山店 12D,红色是谁,大可12D 逼休花山店都用12D 我感觉要all-in,休花山店是可以绕的 我感觉要all-in,休花山店可以绕路的这个图 现在大可在这张图上很可能要all-in 肉格裸霜,大可看怎么走位了,看他这个 你看战绩嘛,这个大可是16比3,输的非常多,大可打肉格 看欧不欧了 还没有农民出去吗 我了,我了,我了,我了 走 他要绕路,他这个绕路刚好你看不到,我一能 休花山店12D,基本上都我一,因为这张图稍微远一点 但是肉格好像是,肉格这个房子走位也有点舒服哦 他是调了一下房子的位置,这样的话刚好你绕不到 看肉格怎么防了啊,这个其实看到了也不正好防,藏一个农民在下面 他要放弃主矿了,他要在二矿修地堡,他要在二矿修地堡 他穿农民出去,然后在二矿偷一根地堡 先藏一下,然后偷一根地堡,然后直接穿下去 用智力来防啊,他现在是用智力防 这个就是用智力防的,先缩羊入腹 你狗干过来我就干秒 然后直接穿下去,配合着狗穿下去 大可好像看到下面的根管子了 先给你打,先给你打,穿下去 他要呼下面的根管子,互助就赢了 互助就赢了,下面的根管子 穿下去,只要卡这个位,让你的管子下不来就赢了 直接想下去,卡住,卡住,哎呀 自己的管子要爬一下,这样的话 哎呀,他怎么没卡住啊,这个 这个,输了,没卡住,现在拼一枪了 只能,只能穿农民拼一枪了 太尴尬了,这个 肉克这个操作出了巨大问题 他刚才如果卡住的话,这个管子是下不来的 现在别人穿回去跟你打就好了 你主矿已经没了 看到你过来换家,我就把狗全部回去 因为我家里面还能产狗的嘛 我全部回去跟你打 有几条狗,现在就看大壳有几条狗 大壳有6条狗,肉克只有7条狗 但是有13个农民,哎,有13个农民哎 9条狗,还在造11条狗 拖一下稍微,稍微拖一下 外面的狗和农民不要被吃就行了 只要拖住就赢了,他的狗马上出来了 拖住就赢了,大家都不要踩了 换家了,拖住基本上就赢了 没钱啊,这边也是没钱,准备要穿一下 两个人就卡在这个位置 但是你的主矿已经没了呀,你卡好了 他管子上去把你主矿打了 现在他要等那个女皇 主要是想等女皇,大家都有30块钱 如果被换家成功的话 都可以修一个 都可以修一个气矿 都可以修一个气矿 现在不好说,这个女皇到了就不好说了 哎,这个女皇到了,不好说了 这女皇到了,战斗力爆表啊 又踩了两条狗出来 强行踩了两条狗 但这样的话你就没有外面修气矿的 这必须打了 大客已经没有钱在外面修气矿了 所以要必须打 等他回来啊,这边女皇到了 就看打的怎么样吧 女皇还有两口加血 这平不了,这个平不了 还有两口加血 平不了 又踩了一下,踩了25块钱 好,部队回来 搏命了,搏命了,搏命了 女皇已经卡好位置了,这怎么搏呢 十三个农民打十三条狗六个农民 这边是六条狗 但这边多一个女王 不好判断啊,现在,看操作了 等管子回来吧,我觉得管子爬回来吧 两根管子 但是你上不去啊,别人卡这个位置 没用啊,我就怎么打平呢,这么打 打平了 打平了 大克现在心里面在煎熬 到底是大家平局算了,还是 就是大家平局呢,还是怎么样呢 没事,他外面有管子 这个就大家平局了吧 如果球稳就是平局了 这怎么平不了呢 强退不了啊,外面有管子的啊 你怎么强退嘛 然后你再把女皇走回来跟她搏命嘛 强退不了肉哥,肉哥可以造一个气框的呀 肉哥有三十块钱啊,你怎么强退 肉哥造个气框不就完了吗 管子爬起来就不会烧血了 管子爬起来就不会烧血了 管子爬起来就不会烧血 不抱的 管子可以爬起来的 其实该等这个小松子抱的这一颗往上冲的 大哥好像想想保平的 他想堵肉哥没有气 没有钱造气框,结果肉哥有钱造气框 那这个时候就是肉哥想不想平的 对不对 你三根管子到最后都要爬起来的 你不可能等三根管子烧的,因为没有军弹 那你三根管子爬起来 你三根管子爬起来 最后大家就打嘛 就是我手入口,然后你来冲 这个就看肉哥想不想平的 我就这样跟你讲 大哥气的一逼,这他妈都被他逼平 现在就看两个人怎么想呢 这个局面 肉哥也不敢把兵出去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出去了 他的气框被咬了怎么办 Duck有13条狗 Duck也可以不跟你打 我就在外面等你出门 出门我就咬你气框不就完了吗 所以也打不了这个局面 这个局面大家都打不了 只能保平了 对不对 Duck现在就在外面等着 你出门我就换你家不就完了吗 你出得了门吗 你出不了门 Duck也不敢上去 就上不去 就上不去 Duck不敢搏这个命了 算了打平了 重来吧 真的不敢出去 大家都不敢出去 平了真的 你就综上分析嘛 你分析到最后就是 就是平了 我觉得Duck应该先除后患了 他应该先把这个 他家里面插了 还是说Duck现在就是拖刀剂 脑子就不插你家里面 对不对 我三根管子这样的话 我不打你家里面 我三根管子还爬在那里 你也不可能回家踩 你敢回家踩我就敢换你家 现在就是说两个人都在煎熬 你看Duck也不打 我三根管子也不会死 我就在这里放着 你能怎么办呢 平了呀 我来了 你妈第一把就平了 打平 为什么打平 Duck12里all in 然后肉哥直接换家 农民狗换家 然后换完了 两个人都 两个人都打不动了 平了呀 双方都不敢动呀 肉哥有个气况 然后在Duck家里面 肉哥家里面 不是 Duck家里面有什么 还有什么 Duck家里面有三根管子 Duck敢回去 哦不是 肉哥家里面有三根管子 被Duck的三根管子卡着 然后肉哥在外面造了个气况 Duck也不敢拆家 拆完家之后 肉哥下面也有个气况 现在两个人其实都很尴尬 关键现在是我跟你说有个问题 Duck不知道 Duck不知道外面有根管子 有个气况应该是 反正从我们上帝视角来看 基本上是平的 只是两个选手 现在还想看一看 我觉得肉哥这个 就在Duck家里面 那个气况 其实不是说那么的重要 毛刚开始 他三根管子没有换 他三根管子插在 如果把Duck家里面插了 不就他只能在外面造个气况 现在 现在已经不可能 三根管子去插基地 插基地 他三根管子也别活了 不是 爬起来不就玩了吗 三根管子 爬起来就不算建筑了 那我可以造个气况的 他还有25块钱呢 他踩了25块钱 那你就 你怎么看都是平局 平局平局 你怎么看都是平局 对 除非就是肉哥脑筹出去 然后把他夹换了 是不是 不会打了 现在这个局面 绝对不会打了 为什么爬起来不算建筑吗 我想问你 爬起来就不算建筑了 谁告诉你不算建筑了 我试过的呀 你换家的时候 你这样爬起来就输了吗 老子一根管子 你妈的跟着 跟着你妈跟着那个狗走 然后爬起来了 我就输了 我靠 是这样吗 是的呀 那我还真不知道 因为我从来没有换成那么车 你妈的你没打到过这种局面而已 那是真没有啊 他们都说你放屁 他们都说你放屁 什么 这都被你们揭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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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了呀 平了平了平了 这只能平了 对 怎么你们上来怎么都会平的嘛 我靠 精彩哦 精彩哦 上来就平局 对 这个好像很少看到平局啊 在接受的 我刚刚在跟阿一在搞那个 就是他那个人工智能的东西 一会结束了我们再试一下吧 感觉啊 我感觉 我感觉怎么说呢 今天我要叫了摸摸口来翻译 哦 对啊 今天打完有那个 有那个 很厉害 肉侯也是三次 GS1冠军啊 他上面有三个那个漂 现在JSL三次冠军 就没有送什么金鼠标的那种说法 没有 以前MS 又是12D 继续啊 妈的干嘛 老子再窝一把 但肉供的房子 飞的位置 他是看你进点过来的 大可这盘会不会绕一下 从右下角 从右边绕 因为肉供飞房子的习惯 跟其他人不太一样 会不会从下面绕 老子再窝一把 这个肉供的故事想不到 想不到呀 谁想的再窝一把 但上一把是肉供自己失误了 是肉供自己失误了 肉供让大可的管子爬下来了 他本来二框插了跟管子的 不过在他们这种级别里面 其实偶尔偶尔放一个12D这种战术 其实不错的 大可本来他ZVZ其实就没有肉供那么强 当然这也是我们感觉呀 我感谢球 球哥在哪一口什么 什么GUMAU式的一个飞机感谢兄弟 这什么东西啊 还是这个位置啊 他妈的都不演式的 肉供都笑了 你妈啦个气 肉供还是这个方法了 我再下去藏个农民 反正每盘我都这么跑 他玩藏个农民就下地宝嘛 他妈现在接受也放录像了嘛 不是 你藏个农民有什么用吗 他不是啊 他下面搞一条狗 搞一条狗再去 他不知道呀你关键事 你不看 你不刚刚被那个搞过吗 他又又藏个地宝在下面 然后又开始穿 这个方法其实是对的 这个方法是最好的方法 最简单的方法 然后过一会儿等狗出来 然后农民穿下去 走了 退那个了呀可以 退BV走了呀 你们他们不会又打平吧 下面被咬退了 他BV怎么为什么要造好吗 他不想让那个 他这两个建筑学 是不想让你的管子 护得到下面那根管子 对 他强行点那两个建筑学 还有研究啊 但是还是护得到呀我感觉 上面那个红色那个管子 他现在就不能让你下来 上一把就让你下来 一根护得到 一根护得到 还是下来了 哎呀 这种都起出来了 我靠 哎不 不能下 卡住卡住 卡住不能让他那个 我靠 卡住卡住就赢了 卡住就赢了 还有管子好了 管子好了 对卡住就赢了 卡住就赢了 这你嘛 好了调一下 我下去踩去了 拜拜 换家去了呀这个时候可以 不不不他不敢换家 他不敢换 胆子大一点 可以换家的呀 对胆大可以 对嘛你胆子稍微大一点 直接换家 这也不要多 你就分个五条狗过去 你妈人都傻了 你又不是把所有狗出去的 哎是不是嘛 我分个几条狗出去就结束了 他最后要拼一枪了 别死造起来呀 他在干嘛 建筑学也是也是东西啊 我靠造那么远 我靠造那么远 思路很清楚啊 这个防防窩印的思路 这个就是智力防吧 这个绝对是靠智力的 这个打成这样其实 再下个BV卡一下 BV能打到 BV能打到 这你妈智力被爆了呀 大可 大可起的一笔 最后搏一枪 冲啊 他人家就是打 来吧来吧来吧 不会让你管 哎被爬下去 哎爬下去了 哎 我靠爬下去不好说了 穿呀 这个时候穿呀农民 农民必须穿 他这么农民在里面啊 穿呀穿出来 他什么农民 哎 这都输了吗 这 他在搞毛啊 都输了 我人都傻了 这都能输吗 这 这你妈 他H一下不就完了吗 这个位置 没了呀 他是不是卡不来 这种位置啊 你把这个地板破了又怎么样嘛 没农民的呀 而且大哥刚才思路很清晰啊 他没有 他下面那个拐子 他没有点你的那 你自己的根管 他是他现在几条狗吗 八条狗 十二条狗打八条狗 四个农民 没用的啊 后面狗不停的再出来啊 没用的啊 你信我 看几个狗吗 十条狗 十条狗 八条狗打十二条狗就好了 你又没有后续的 十条狗打十二条狗 还是赢的 大可赢了赢了赢了 他有四个农民呢 十二条狗了 结束了 排狗呢 星期一呢 排不排都赢了 他只要在上面跟你换 换完他狗出来就赢了 对 A在那边其实就好了 那你推过来 农民一起上 对啊我还可以用农民干你呢 你怎么办 妈的别农民一直在采好了 农民A一下 没了没了 我一下可以走 肉哥他妈这都能输 我傻了 这盘我没想到会输啊 这盘我都以为肉哥已经优势了 绝对优势啊 刚刚那个局面 他怎么会让那个卡下去的 他其实稍微H一下 农民就好了 那个位置 对 你如果是A的话 那个农民的碰撞体积会很小 如果你H的话 农民就卡在那个位置 他的管子是绝对下不来的 他管子只要下不来 你让上面那个管子戳好了 你自己家里面守住就有 而且我感觉他下来之后 他这个农民也没穿好 没穿好 当时有很多农民卡在那个位置 妈的我是Duck我就在我 你说的没错黄哥 你妈绝必要再凹一把 是的呀 这时候其实 我是Duck 第二盘就在我一把 还是要看地图 还是要看地图 第二张黑色燃烧呀 干嘛不能我妈 可以是可以 哎呀你赌对方死啊 你你对方真不真啥都不受罪 你就赌对方鲁双 说白了 有什么不能握的吗 OK啊 OK 不是刚才那个局面给我打绝对输不了 百分之百输不了 是不是嘛 那个局面真是有个失误太大的 是有个局面失误很大 这个这个没没话说 那个局面绝对输不了 那个局面绝对输不了 第二场 有个 嗯 没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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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要只有个14D气矿是什么呢 偷一个农民吗 他 他偷个农民吧应该是 没有啊 14D气 啊 这 14D提出口是什么个 这个是这样的 这这招我用过我知道这招 藏藏藏在外面吗 我告诉你 他开二矿的 是他开二矿的这个战术 这个战术过来就等于是藏狗 然后狗一波 然后你你的这个房子过来的时候 他他能不能干嘛 开黄金矿啊 大哥没了 大哥绝对没了 他还开黄金矿呢 对他藏狗一波呀 没了大哥绝对没了 14D提出藏狗一波 这招非常凶这招 你除非是二矿开在自己的那个地方 然后出 干嘛老子宣布了 这盘把大哥不可能赢的 大哥输了 大哥输了 擋不住这个战术 他这个14D 那个堵包 不提出口一波是有那个女王的 他的 他这个从来很多的从来 大哥输了 绝对擋不住 而且二GD 二GD的时间 裸双要开在自己的二矿那个位置 才擋得住 还有那么一点点机会啊 只能说 很难倒 反正我说 这个这个主要看到狗出来的那一刻 人都傻 狗不然你只是看到的 我待会女王出来 我自己把你房子赶走了 赶走之后 对你关心你的房子 过来看到没二矿 你就去黄金矿看 然后看到我看到黄金矿 对 跟我战术一样嘛 我靠 拖一波农民骗遍你 拖一波农民去黄金矿 对 好了 好了大可没了 好了好了 大可没了 完全中了净花水域 大可没了 那狗速太快了 这个战术 你知道这个战术 以前是谁发明的吗 谁啊 你都想不到这个人 这个战术不是韩国人发明的 我告诉你是个中国人发明的 啊 那么强啊 那么强啊 你都想不到是谁 就是这个十四地提出 那那是东奔 不是不是不是 那比东奔强多了 那说呀 是个邪心 邪心啊 邪心啊 那妈的我还出啊 你说他没错 你妈的邪心吗 只有我还出来了 他你妈以前天天用这招 把那些韩国人打得你妈想死 提出狗 我妈看到人都傻了 我好 这时候居然有提出狗 你妈狗已经来了 他还打双线啊 直接咬黄金框就完了 对 直接咬黄金框就好了 咬黄金框不可能手的阻担 这种是不可能手的阻担 这种 咬完就结束了 你的狗出来还要被白吃 这个大招就是Y去Y发明的 你妈14D提速狗 他告诉我的时候 我去试了一下 你妈还是打死很多人 哈哈哈哈 这招说实话 在天梯上胜率挺高的 崇军之心的时候用这招 你妈爽的一批 那个时候 现在用也胜率挺高的呀 对 其实大可算打得稳了 不 后面还有很大一波狗 A上去就好了 A上去 A上去 这种怎么可能手的阻担 A上去就结束了 你让他拖农民 你让他拖 A上去 除非你这个农民操作 这妈完美极限 操作有点好呀 这农民 操作农民是有点好 这农民 但没有狗变独爆了 这农民操作其实已经很好了 但挡不住了 越来越多的狗 挡不住啊 挡不住怎么挡不住 这套战术在这张图上是有点厉害 关键是他这个黄金矿太 欺骗性太强了 很精彩啊 这个斗智动用不着狗 嗯 这种其实就是不一样的精彩 跟跟那个欧洲的不一样 欧洲的不一样 欧洲的不一样 他这个就是打战术的 战术准备特别精彩 对欧洲的这些是怎么说呢 是这种打打这种运营啊什么的 这这个你们可能看了之后就直接往什么刺蛇地刺这边走了 又是12D提速啊 他先先气矿的 拿这样的话他就四个独豹就带一狗一波啊 绝必打出火器了这个是 对 这盘是四个独豹 然后就绕四条狗出去 然后在外面变四个独豹 然后等狗速好的那一刻 刚好独豹变出来就一波了 这个不是那种 常规的12D他Rush型的12D 他先气矿的 真的是 真的是肉个一 这边 可以啊 他不肉个没了 他把提速狗开完爆12D提速狗独豹一波啊 你说的没错 但是有一个timing 我知道有一个timing 有一个timing 就是你如果大可二矿 如果大可不是第一时间出那个 那个叫什么 第一时间独豹从巢 其实是有可能被打死的 大可如果提狗速是有可能死的 先绕一波狗出去这个时候 绕一波狗在外面 然后直接等独豹 停一个 这波狗独豹 先提狗速 然后等狗时期 停一个农民采气 这第一波狗独豹其实 不知道吗 我根本就不用做 直接不要不要直接上 那么狠吗 好 不让你感觉我是 我就正常12D啊 嗯 他让你感觉上正常12D啊 这个就停一个农民采气 然后这样的话 你刚好独豹从巢出来之后 你有100气 你可以变四个 大可也 大可也流了软 第一波出六条 这个应对非常好 对 你可以 最后一个timing啊 就是就是独豹出来的最后一个timing 你可以变 变四个独豹 其实 其实 好 操作很漂亮 好了 可以分四条狗出去了 分四条狗出去 他只变两个吗 刚好有100气的这样的话 只变两个 带大可出一条 他可能觉得狗可能不够这样的话 对 他怕偏 他没看到二框 然后他知道你是狗独吧一波 嗯 好了 变好了啊 外面 来不及了 我觉得 大可很难 关键狗输好了 这个是最尴尬的 突然一下狗输好了 然后你外面的提 没提输的狗全死 这黄学的可以再变 地堡 直接秒了就完了 直接秒地堡 哎 没好没好没好 输了输了 然后再咬 咬女王 护着就好了 这个独豹 独豹就护着好 大的四条狗 赃狗 后面又来啊 这边四个独豹啊 外面 原来鹰还是 肉个鹰啊 肉个鹰啊 这个狗输好的那一刻独豹好 妈狠一点把他虫卵炸了 靠 让你不 也没什么虫卵啊 他也没喷卵 那也是 没不卵 没了没了没了 没了鸡鸡 大个人都傻了 妈个鸡 哥你妈的好不容易 阴了你一盘 被你妈联姻两盘 这个不是我的战术 我的战术 我的战术是先独豹冲巢 他这个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就是 四个 四个独豹 然后带狗一波的战术 这个非常标准的12D独豹 这不是我这个战术 韩国人也不会用我这个战术 因为我的战术其实打他们这个级别是打不死的 我这个战术没有他们那个好 但是他们这个更好操作 我那个打我这个级别的重组比较好用一点 这ZVZ很精彩啊今天ZVZ 大家斗智斗勇上来 大可all in了一盘啊拿一分 然后肉个直接两个Rush还回来2比1 要休息一下稍微休息一下 他们这个比赛就这样的 中间要稍微休息一下 休息三分钟 这个三分钟对大可来说很关键 如果他这个不休息这三分钟的话 大可可能会可能会有点有点懵 这比赛太快了 打懵了之后如果肉个下面再Rush他怎么办 所以在下一张图的时候 他如果有这个三分钟休息 他可以稍微再想一想 下一把到底怎么打 刚才大可那个开局啊 他必须要是先堵暴虫潮才防得住的 他不应该先苟树的 其实为什么这么去理解呢 就是说就是说对方如果是12D开矿嘛 12D就算他是12D开矿 你先堵暴虫潮你也不亏的 但这样的话你可以防对手一手 12D狗堵暴Rush 就对方只要是12D你是慢狗开 或者你是裸双开 你都是先堵暴虫潮是最稳的开局 虽然你没有什么反扑的能力 但是保你不死 而且你的经济一定是优势 所以ZVZZVZ的对抗里面的话 如果看到对方12D 我不建议大家先提狗树 你先提狗树 你中间的timing太长了 很容易被一波打死 先堵暴虫潮绝对是最稳的 你就有经济优势 然后你再打中期嘛 你没有必要说我又提狗树 我要反打一波 让对手带很大的便宜 你要带很大的便宜 也没有必要 我只是觉得Duck 最后一盘这个处理 就狗树农民那 就最开始那个 根本就没有必要追出去的 这有什么必要追出去 我是这样跟你说 刚刚那盘的话 我刚刚也跟弹幕讲了 我说其实最稳的打法就是 先堵暴虫潮 你看到对方12D 你无论他什么开局 他12D只有几个变化吗 12D狗独暴一波 对吧12D开矿 或者12D像我那种先堵暴再狗速 就这三种开局嘛12D 没有其他开局的12D 12D这三种开局 你都可以先堵暴虫潮 你怎么都防得住 而且你怎么都是优势 先堵暴虫潮至少不会死 而且你绝对是经济优势 你防下来 是 大可上一台如果是先堵暴虫潮 他也防住了 他绝必防住了 他都不用急着出去找外面的堵暴 你变好了我把女皇拉出来 我继续变 对不对吗 我也变两个堵暴虫 先狗速呢 我感谢求老仙帮我要 藤灵记签名的一个飞机 这你妈 藤灵记签名 你多老的观众啊 藤灵记签名 首先你是老观众 我承认的 然后其次呢 你妈 你为什么你会粉藤灵记吗 我靠 还有就是为什么你 我我们会 妈的去找藤灵记签名吗 你们这么你要这么想 是的呀 藤灵记现在是VSP的总经理吧 应该算 对 藤灵记早就转幕后了 他 他已经去VSP很多很多年了 他之前出去做了个nasty 那个叫什么nasty 然后来 后来跟那个pou出来的一个团队病掉了 然后然后变成了 变成了VSP 现在他是VSP的总经理 应该是 应该是 我好多年没跟他说过话了 所以你让我 让我去问他要签名 也有点二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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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二 我很多年没跟他说过话 大概有和五六年没说过话 我也很久没跟他说过话了 很多很多年的 很多很多年的 因为当然现在也都不着急了 现在 对对对 交集的很少 都不着急了 我们做的事情跟他做的事情 完全就两码事情 总裁 总裁不就总经理 有啥区别吗 反正就是 就是老板嘛 就是VSP的老板 想要圣归前名啊 今天打完还有个选人的意思 跟大家说一声 今天默默口来帮帮帮帮翻译的 今天选什么人啊 你脑子抽住了 不对不对不对 我抽错了 我抽错了 那默默口来翻译干嘛呢 翻译不是场间不是有这个吗 哦 场 这里嘛 等他 默默口这样的翻译 等他先把这个翻译全部看完之后 然后让他心里面记下来 然后最后的时候让他翻译 没有啊 他就他 他可以一句一句翻译 啊 是吗 他有那么毛 展示他专业的时候到了 你们如果成都的兄弟想学英文的话 可以找默默口啊 或者你的孩子想学英文的话 可以可以找默默口啊 默默口上门服务啊 默默口是北北 这个叫什么北外的是吧 嗯对的 好像北外的 应该是北外的 在北外的 我靠平时看他智力也不高 他怎么考上北外的 不是 他可能读书这方面特别有天赋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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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东西是实际上的 也有道理 来了第三场 那第四场 看这把有什么开局啊 这个狗逼 好了 这把大家都老老实实开了 心里面还是有点慌的 其实 都一样的开局啊 我智力还可以啊 我跟孙哥智力都还可以的啊 不不不不 我们其实 我们其实没把 没把我们的智力用在读书上 对对对 这是实话 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智力用到 智力用到读书上 说不定也考很好的学校的 对不对 我们智力还是可以的 不 用到其他地方而已 智力这件事情是没有悬念的 肯定还是很高的智力 就是我们 我们可能对这种生活上 一些这种 这种 这种小小事 不太去讲究 这种东西对吧 是的呀 天才往往在这方面 都是有缺陷的 是不是嘛 很正常的 以前我们学校有一个 后来去什么 去什么少年班的 那么下楼梯都要 都要扶那个 都要扶手的 下楼梯他 他要拐就下的 他下不了楼梯的 他是因为那个腿不好吗 小脑不发达 就小脑好像有点问题 但是大脑特别厉害 你妈考试 每次考试进去 就随便考考就 就满分就出来了 后来去什么少年 去什么少年班去了 初中的时候 他妈的每次考试进去 他半个小时就把卷交了 就走了 就考什么数学这种 然后就满分 每次都满分 然后就去什么少年班去了 然后他他下楼梯 他下楼梯 有问题的 就每次我们看他下楼梯 他要他只能偏着下 你知道吗 就我们不就直着就下了吗 他要走那种知字型 你才下得去的 说明一件事情 对吧 你不管怎么样 你在这方面 可能稍微差一点 但别的方面很差 对 他读书特别厉害 后来就去什么少年班了 就没有读 没有读我们这边高中 就直接去读大学 这种少年大学 好了 都是镜像的开局 都已经知道到了 三广开 看看韩国的JVZ会怎么样 反正如果是欧洲的JVZ的话 一般来说 如果中期不打一个蟑螂一波的话 就大家憋后期了 嗯 现在啊 现在我都不知道了 那妈初中就不在了 我怎么知道的 这种同学平时我们那妈天天 踢球啊什么的 我们 我们也不跟他说话的 他肯定踢不了球 对啊 我说我们踢踢球 搭打游戏什么的 我们也不跟他说话的 反正那个B妈每年都考第一名的 但你们行得很齐 你没什么好齐的啊 妈的我总是安慰自己啊 妈的 给我打开 给他打开了一扇门 那我还是想那下楼梯什么正常一点好吗 我智力 智力不用那么高 对不对 我想想我智力也不用那么高 我也不用考满分 我也不要去读什么少年大学 但我想下楼梯不要偏着下楼梯 我也想踢踢球什么的 没错没错 对不对 那我总会安慰自己的啊 好了正常打了啊 这边但是 大可是跳飞龙 大可是小狗一攻 小狗一攻就跳飞龙 然后肉隔是正常的一攻蟑螂 正常运营 叫什么名字啊 那个姓张好像 你妈的你们太高估黄玉东的记忆了 我靠 我想一想啊 不是我们班的 是我们隔壁班的 八班的 八班的叫 姓张还是 对姓张好像 好像八班的 哎呀我真没编啊 我 我 今天下播了我去问一问我们初中同学 我去问一问 你 基本上来说的话 这个飞龙是肯定能够安全地跳出来的 肉鸽的这个科技其实并不快 但这个飞龙塔肯定要被侦查到 这个肯定侦查得到的嘛 看怎么应对呢 跳飞龙看怎么应对 肉哥也是看到有蟑螂了 大家看其实都很明了 他说两个提出防征侦查 我说什么都侦查得到 好的呀 知道你飞龙了 那这个局面就好打了呀 出飞龙的那一架 的确在飞龙出来的时候 会有一些的一个 就正面战然会很主动 但是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 对方的刺舌出来之后 包括三本 然后第刺之后啊 出飞龙那一方 其实就不是那么好打 其实第一时间 只要侦查到你出飞龙了 也没有那么可怕 对因为你跟 就走蟑螂和出飞龙的 这个科技线 完全就是两码事情 一个是走走的是一公的狗 一个是远程的一个 当然你说你飞龙如果 出了灵界点一波 把对方打伤 或者打死的话 那就另外一回事情 他看不到吗 瞎了吗 这你吗 他以为堵死了 不可能堵死的呀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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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狗出来的那么多 怎么可能是出不来嘛 对 你都进去出来了 你怎么可能出不来嘛 这 你的狗犯 大 可 今天这 这 王 失了炙 我说这个就表现得很奇 他这个时候就是 腦子有点空白 没有冷静去想过这个问题 是不是什么 哎 大不住 脑子有点 不是他现在绝对是脑子有点空白 所以我就跟你们说 上帝给你打开了一扇门 就可能跟你关上一扇门 大可心计打那么好 但是刚才的一下子 凸显他智力也并不是很高 这独暴也 也还炸不了什么东西 炸不了什么 没事吃一个也无所谓 死不了 吃一个无所谓 但我觉得这个局面 其实肉鬼已经占了一个很大优势了 我啊 我智力就可以啊 但是上帝把我的脖子夺去了 一样的呀 妈的把你脖子夺 不是好事吗 你又不怕吸血鬼了呀 是的呀 练武的奇才 不不你妈的 如果真的有吸血鬼 这个世界如果真的有吸血鬼的话 也他妈不会来吸你的血 他妈的吸你一些搞毛啊 本来就那也不好说掉 我靠 一般来说吸血鬼都应该吸这种少女的血 妈吸你一个妈的中年人血搞毛啊 那你妈说不定他想把我变成矿天佑呢 谁知道 喂这波狗是往里穿的 他要滚 他后面还有波毒爆 他不敢上 毒爆不敢上 看定的怎么样了 这我感觉没 没什么斩获啊 这波狗 你就打了什么都没打到 不出意外 这一盘 对吧 这盘 肉鸽应该是能拿下 不好说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这波如果滚伤了肉鸽还是要输 哎 这个只能滚经济的 这波滚伤都要输 完了 完了 肉鸽没了 完了完了完了 没了没了 肉鸽输了 这个经济碾压了 这波只要滚到了就经济碾压 肉鸽没有反扑的任何机会了 他怎么会没有视野呢 这个地方 他被飞龙搞 没扑军探出去有点问题啊 这个位置 而且他并没有把自己的那个蟑螂在那边等着 对 这个已经经济碾压了 你的虫乱只能去补那个 只能去补这个 然后我就反复不停的滚你经济就完事了 你有感染从有机会翻牌 我说还是 翻不了 真翻不了 把这种局面翻多难啊 你想想 我现在就在这样滚 你女皇的给你滚死了 哇靠 你现在用地次满满房嘛 对不对 你就下面这个也被抓了 怎么翻 接下来你面对的就是牛了呀 你有地次 我承认你地次最后猥琐 你是可以把四方猥琐出来 没有问题 是不是 你现在只能猥琐吗 猥琐私矿 猥琐出来了 我飞蛇带牛直接一把就把你打死了 我飞龙也不用补了 反正你他妈出感染从 17条飞龙也够了 飞龙 飞龙的确不能补了 飞龙不用补了呀 我就跳三本出牛去了呀 等飞蛇 飞蛇牛 然后你开四方 开四方这个位置 我就直接牛 飞蛇带物 直接一拨就打死了 他为什么还在生飞龙两攻啊 他还在狗毒爆 现在他要不停的压制经济 不能让你那么舒服 当然滚得死肯定是最好的嘛 我差点 当他觉得滚不死的时候 他就直接出了一个牛 牛加飞蛇就好了 防空地刺 现在你们各种扑都对了 直人猥琐 现在对肉格来说 就是往死里猥琐 Dark三本身慢 牛还早呢 三本还没好 三本身慢了 我跟你说 但是这个四级地骑士 开起来还是很困难的 他要再冲一波 基本上开不起来 那么多的毒爆 你地刺不够 地刺不够 他是不是上头了呀 他什么意思啊 空头 空头毒爆 我感觉他有点伤头啊 这个位置 他直接投到主矿去的 空头狗 然后毒爆滚三矿 正面再滚过来 他直接可以投 三矿都可以 那么多毒爆 他肯定投狗的呀 那你滚不到三矿 三矿都是这个呀 三矿都是 都是地刺 你没几个地刺吧 三矿至少有两三个地刺吧 但你主机地怎么办 主机地没了 这波狗有点凶的 这波狗 有点凶 直接可以咬地的 投完之后 你扎头回来 他正面直接滚 有一个地刺 两攻吗 哇 两攻了 早就两攻了 直接往里穿 好了好了 就乱滚 这个时候就乱滚 改参筹都给你滚掉 第四 四十二个农民 这一波 撤你 经济已经炸了 如果经济没了 已经炸了 四十二个农民 他没想到 他没想到是这样的一个空 空头小狗 这个进攻手段还可以 这个敌也想不到 主要还是在 主要还是在 三矿那个地方滚伤掉了 这滚伤 滚伤掉了之后 别人就随着 但是也没用 没定到所有 我感觉大客要疯狂了 你看他这妈的上面 是不是又抱了很多狗 我怎么感觉他还要抱赌 去上头乱滚 再滚两波 要转牛 还是最后要一锤定音 还是要靠牛的 现在他是不是转晚了呀 不是 我告诉你 不是一锤定音的问题呀 他再这样打下去 过一会儿 他妈真的被憋死一波 哇靠 这毒暗 你现在滚 随便你滚 我靠 你妈的 你来 这波 你来 老子全是第一次 你来 没钱呀 肉哥 肉哥没钱呀 把基地滚了呀 这个时候 可以的呀 看到什么能滚 把基地滚了 他去滚这个基地 还不如滚下面那个三框 对滚三框 其实三框防守是有薄弱点的 我靠他真要去滚基地 其实这种就是乱来了呀 上头了呀 我跟他 飞龙没什么用的 飞龙很容易直接被秒掉 三框我觉得肉哥是不是毒 那个方式少了 第一次 一个地次有点不够 够了 够了够了够了 够了够了 第一次一直没有视野 还用小狗去拉地次 我靠 这妈的小狗拉地次 独暴滚 我靠还有这种操作吗 滚掉了 基地滚掉滚掉 这个操作有点亮哦 可以 小狗拉地次 然后 其实我告诉你 这个正面的地次数量 你牛 你牛来也得 是的 牛冲下来 他冲 牛砖晚了呀 感觉 感谢老师 我儿子摇不动号的一个飞机 感谢兄弟 感谢兄弟啊 肉哥现在反正就各种呢 开始 开始这个 猥琐 我先把东西补起来 肉哥已经没有 没有想法了 就是 抱地次 然后掌防 对 黄呲 武冬牢 今天 50年 ании 但 想 在 冲 ifting 找 真 欢迎 Any weapon houses 可以强秒第四 强秒第四 干冲 打得好打得好打得 强秒第四就完事了 现在就是防控,你防控不能被牵扯住 主要经济太差了 这个局面 牛冲是肯定动不下来的 但是可以饿死 哎,定住了 哎,有没有握,没有握 哎,如果有,刚才有把雾的话就好了 有把雾直接爆炸 四况的重足 黄哥 就绝逼能够逼到两百人口 逼到两百人口就不好说了 他再回头开五况就好了 我儿子姚不重号的一个飞机感谢兄弟 是这样的我跟你说 对啊,就这个局面 就算你憋到了两百人口 我插满管子 等你出门 然后出门的时候你只要阵型不好 我就误了 哇靠,这个 我靠,只是这种冲 真的假的 这种 他有误,他有误,他有误 他有误,他有误 好了好了好了 再误一把 误得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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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误得太好了 但是还有很多第四啊 没事没事 还有很多第四啊 但这波是耗得不错了 无所谓了,无所谓了 他这个误得太好了 这波 牛是全场但 感觉防空还是不够啊 刚才的下 对,防空多点 防空稍微多一点 是误不出来的 但第四已经被耗得差不多了 误得有点好,近不近 他现在就无限换架组就好了 2比2了 赢了,大可赢了2比2了 不过大可刚才那下 那个小狗 小狗堵包滚的 这个小细节还是很漂亮的 用小狗直接把第四引了 然后 然后直接用 哎呦,又是11个第四啊 那还未必啊 是吧,我跟你说未必啊 没关系 我继续冲不就完事了吗 你冲 冲灰一波你可能就没钱了 他第四有点多了 第四啊 而且你误,误的话 现在已经防空已经躲起来了 哎,别冲这里啊 别冲这里啊 这个,这个暴弄啊 别冲这里啊 还要冲啊 我靠,真的他妈狠 还有第四的哦 就像后面 哎,第四没埋,第四埋了 埋了,埋了,埋了,埋了 还是鼓穿的吗 还是鼓穿的 哇,那么多牛 还是鼓穿的 还是鼓穿的 这你嘛 他主要第四很单薄 如果有 没有其他部队的 对,他人口在高点 混点渣狼刺舌在这儿里 主要还是内波 内波经济太上了 就是基地 三框滚掉的内波经济太上了 直接滚废掉了基本上 太他妈刚了 我只能说 十几个地词 他就牛就往下冲 真的刚啊 2比2 许浩南 你无比你玩 哈哈 许浩南 许浩南 你无比你玩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许浩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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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盘啊 双方都不敢放大招了啊 都是裸双开 最后一盘反而双方都还是打得比较冷静的感觉 对 对 这一盘 怎么说呢 这一盘 还是看开局 对 还是看开局 还是看开局 就是双方的这个现在 现在从 现在从某个角度来说的话 两个人的心态上 我认为啊 肉隔可能还是占点优势的 ZVZ ZVZ 这样打下来看起来是个比分来说真的差不多 嗯 这张图抓我们有个大 我不太了解 不是 看大 这个还是ZVZ其实 差不了太多 看大个会不会还是出费龙 费龙还是有主东西 看BV科技呗 这张图破好弱似的 这张图破好弱似的 对吧 这二框这个口其实也挺小的 嗯 不是很好弱 看有没有人改亮剑吧 我靠 直接一防开造起来 好 直接小狗出去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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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半半 现在还看不出来什么 现在还是 就在正常运营 现在都走流程 三分半BV 2分50秒到3分钟之间上独宝中潮 然后三分半BV 而且两个人都打得还是相对来说挺稳的 对三分半BV下去然后出点狗往前压一下 这都是标准流程的 就BV好之后看什么科技 三个科技代表三个开局 小狗一攻代表跳飞龙 蟑螂一攻代表正常打 然后蟑螂如果是生意防的话就是Rush 就是一本狗蟑螂独包一波 肉狗应该还是一攻蟑螂 我看他这个样子好像还是在战争防守的 现在这些都是走流程啊 这三框 没问题的宇皇过来不点狗 高手过招就没想过会打死的好吧 肉狗这个操作有点好啊 高手过招就没想过会打死的这件事情 肉狗二本跳的很早 好了一波了 达克一波了亮剑 肉狗到现在都没有下任何科技量 飞龙塔 他强跳飞龙吗 他怎么什么科技都不下 小狗一攻都不下 强跳飞龙 哎我我我 我觉得这个飞龙应该能跳出来 有只有跳出来 好快啊他这个飞龙 二本太快了 二本太快了 他是强跳飞龙啊暴狗 而且他狗是在压你的 嗯 感觉跳得出来 你这个就大可这个一防的开局 肯定是要等一防好了之后 他才会A上去 他就等蟑螂朝一好 他这样的蟑螂朝一好 他就直接我看到二本了 这个看到二本可能可能会 他觉得不对啊你妈的这个二本 还在跑狗还在不停的跑狗 堵住啊不让你侦察 蟑螂朝好了这个时候按一波蟑螂 哎这狗要送到这了 看到二本了那肯定要一波了 肯定要一波了那肯定来了 漂亮这里好了直接一波了 大可被压的其实有点凶 他的气有点不够 所以蟑螂出的很少 他独暴变很多 哎被肉哥 来的急啊 对来的急啊肉哥这个操作有点好 肉哥强压要爆狗这个 大可主要是气被压没了 还在压 对我就觉得大可是气被压没了 你知道吗 就是反击不了了 肺龙出来了 肺龙出来了 对你所有的如果你打一波的话 我直接小狗换家 肉哥是40个农民跳肺龙 怎么太狠了这个 大可又被淘汰了啊 大可没了 这波一防打不出去了 他估计已经意识到肺龙要出来了 开始补女王了 对 这种肺龙出来实在是优势太大了 出来之后才开始补农民 你这个牙没用了 肺龙过来就白嫖 这个时候肺龙出来 人都给你打杀了 本身来说的话 这个肺龙的时间就有点快 然后大可的这个一防的时间又有点慢 六分半的肺龙真的快 你来嘛 你这波A上去不就已经放弃了吗 大可人都傻了好吗 他现在只能多现 多现去换经济 看能不能换到 肉哥的狗其实出去浪去了 狗应该正面 如果狗在正面的话 什么都打不到 你就那么点兵 他和很多的狗 这个失误是不是太大了点吗 正面也没打进去 他刚才狗被那波赌棒逼的回不来 那么大一个圈怎么可能会逼的回不来吗 反正这个太二了 这个肉哥这波狗在外面 你第一波你狗在家里面 第一波把第一波当场挡住就 对随便守啊 现在这个三光被打了之后感觉还有悬念啊 不好说了 这个不好说了 这个局面 因为他一防的狗在外面不停的跑就好了 肉哥今天吃物好多啊 现在小狗压压住你了 你飞龙也不太好走 然后就补女王啊 补完女王就找机会外面点个虫洞一波就完了 但肉哥现在不是不是说要飞龙飞龙怎么打死你什么 就现在需要去压住你 压住你之后把自己三击力开起来 不刚刚那个局面 真的是我银板的大大优局 飞龙跳得那么舒服 然后他狗出去浪把自己浪没了 他其实只要做一点 就是飞龙在外面把那个赌爆点了 然后龙狗在家里面守着就完事了 对他狗人很多 这个让大可唯一锁起来的九个女王 我一定要可以说就是肉哥的这个飞龙数量还有点多 肉哥那把也是很很二点 让别人那个下来 管子下来 对不对吗 第一把 强切 又是用自己的飞龙强切了啊开始 这是如果最擅长的时候 这个没什么打的呀 强切飞龙 诶 主块没有 没防空 没事没事没事 这一防狗强切王力队 强切王力队换经济 都被换家了 三框还没开起 感觉被换没了 还没开起来 这波蟑螂有点凶的 换没了 大可这种东西 反正这个绝对不会退 现在 他绝对不会退 对 蟑螂很多啊 但很烈啊 这个局面 这局面很烈 但他绝对不会退 又换了13个农民 这农民算已经差好多了 快差30个了 26个农民 经济有点补不起来了 大可现在只需要 只需要等那个科技把飞龙押住就行 他在拼命的捕女王 我们说大可没了 是根据场上的局势 对啊 现在局势又不一样了呀 现在强切了呀飞龙 过临界点强切防空 三下 再多两条的话就两下就好 你要切女王 算了吧 那么多女王 想双线 哎呀 没打到经济啊 六个现在就只能报飞龙 报过临界点 大可就多差点防空啊现在 你多差点防空不会 不会亏的呀 大可就是飞龙一定要报过女王的临界点 什么走女王 这没必要吧走女王 啊 这个走女王有必要吗 啊 这多少个女王啊 十几个吧 十六个女王打二十五条飞龙 他过临界点 你妈的到时候把你点死了搞笑了 不不不 你要想女王也过临界点 那妈十六个女王呢 十六个女王你又不能激活到飞龙上面 真的到时候飞龙过临界点 把他女王点死了才搞笑 走女王太二了这个选择 虽然说这个走女王 很呃就很大几率能够直接走死 对但是有点二啊 万一你真的被点 他过临界点真的有可能点死你的 我我们现在不知道 哎 来了过临界点了 过临界点了 临界点了 强加哇 漂亮漂亮漂亮 我靠 我靠 张狼 张狼 他全部堵死了 就飞龙在上面插管子 这个走女王真的很儿 我觉得回去吧 这个走女王真的很儿 给爷滚吧 回去还有机会的呀 不真过临界点了这个 他还要打一个 他上头了 真上头了 150人头 强走女王 我靠 人都傻了 哎这种强走是什么意思嘛 真过临界点了呀 你这样打 女王加不起来了 上面那么多管子把自己走死了 老子人都傻了 这种都能输吗 难道 好了回来吃你火炸狼就好 完事了呗 现在就换农民 还有根管子 常换农民 还有一个管子兼铁 这没有 没换了什么 活怎么可能打到飞龙嘛 换了七个农民送 送了150人口的部队 他妈人都傻了 这种走女王这什么东西啊 这这 这个是大哥在打吗 这这太上头了 就翻盘了 这还在往前走是什么意思啊 这波飞龙已经 已经不是你女王解决得了的了 已经无敌了 下了两个干 他已经乱了 完全乱了 不是 这他妈绝毙是了智啊 我靠 他刚刚是150人口走的女王 打到现在为止 我局面又翻回来了 这时候肉给优势了 而且人家肉给又没开三框 你那么急干嘛 对不对 吃点 你把走女王我他妈是看不懂的 现在继续维琐 就等三 等感染虫定家步 看有没有机会把飞龙面 这个要走女王 除非你是有这个 你是有 那个崇洞的 有崇洞的 有崇洞的对吧 那你崇洞的话 你崇洞过去 然后修几个防空 那走女王还有机会 我觉得 也很二 我说飞龙一旦过二十几条 女王也没用 那飞龙点女王太快了 飞龙过二十几条 你只能靠飞手 再给感染虫才能打 现在肉给是分了两线的飞龙啊 两边飞龙 这个其实还好 现在就大可怎么把科技别出来 因为肉给其实也没开矿 他只要科技出来 他还是有机会翻 嗯 怎么这个女王 现在飞龙切得太伤了 强行 强行给破那个了 破防空了 这些都 都还好 现在就往防空里缩 主要是等科技 打气球 感染虫科技 其实对付这波飞龙 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对付不了 对付不了 这决定就对付不了 这打开还好回防的 第一 第一把 第二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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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你定 你定你定好了呀 我感染虫有什么用感染虫 这把还是有点痛 他关键不知道 定完就主要是可以缓解一下 你以为 你以为现在感染虫 以前的那个感染 以前就翻了好吗 以前是可以翻 现在也有机会翻 也有机会翻我跟你说 因为大可到现在 肉可到现在也没开矿 也有机会翻 要看怎么 要看他怎么跌科技 现在他只有女王不停 然后 感染虫 最好是能够生个埋地 因为感染虫 已经现身了 有机会翻啊 至少能守住现在 他现在就女王不停 然后等感染虫啊 肉可的问题是 现在除了飞龙 他什么都没有 而且工坊也没有 这个太尴尬了 他没没经济啊 三十来个农民 抱那么多飞龙 他哪来经济开矿 慢慢的还是要开矿的 九个女王七个感染虫 真有机会翻啊 他只要一旦定住 像刚才那种定住一大坨 连续三个定 飞龙就废了 女王 你现在女王不停 然后感染虫 七百 九个感染虫 然后再会儿 跳飞蛇 或者都可以 不敢进来不敢进来 进来就没了 或者跳飞蛇也可以 他应该他应该跳不了飞蛇吧 不他经济够的呀 跳飞蛇 经济是够 跳飞蛇是最稳的 你走女王真不是那么稳 走女王现在有有 感染虫还比较稳 相对来说还比较稳 跳飞蛇 现在飞龙的威胁 威胁没那么大了 嗯 缓过来了呀这口气 你只有39个农民 这大可就死亡都开出来了 这个还是要说 他出刺蛇 肉可直接换换第四了 妈的这个局势太他妈扑朔迷离了 我真的 真的太扑朔了 大可肯定还是 大可肯定优势 毕竟他经济好淘太多了 嗯 肉可的这个主况 一框已经踩干了 二框也踩得差不多了 就看肉可第一次跳出来之后 能不能够H一下 对 他妈这种H一下也有可能翻盘的 不是 八个第四 八个第四埋在路口 然后你过来 你强冲 我飞龙一现身 然后第四开戳 我觉得大可不会出门 但是 他为什么要出门 先把你眼中给你点了 找机会他妈的真的 用第一次翻盘 刚才是肉可优势啊 然后大可围缩起来了 对 这局势就是扑朔迷离 都会转变的 不用我们今天说 妈谁优势 然后就一定谁优势 就结束了对吧 优势不代表 随着比赛的进程 是就是这么回事啊 肉可刚才这几个决策 肉可稍微出了点问题 大可现在是优势啊 就看肉可的第四了 这个时候第四 如果是打到一个台名 或者是卡了一个位置 埋下 然后你 你不知道你没有眼虫 你过去中一个H第四 好了全倒 埋下H住啊 H了呀他已经 要狗憋 这肯定H了呀这个位置 现在去找机会把眼虫去 这眼虫怎么看到 H住了呀第四 哎 眼睛往上飞的呀 他哦他翘这边 那这样的话 没没埋到路口啊 哎呀 而且我告诉你 这个这个第四 你光是你你把这个蟑螂 全部扎完还没用 你一定要扎到赶眼虫 赶眼虫对 就让赶眼虫上去 赶眼虫扎到就赶了 对 他没看到 哎呀 哎 哎哎哎 啊啊啊啊 啊啊 探草虫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安全安全 但是有眼虫他带了眼虫的 还是球纹带了眼虫 我靠这个眼虫就命了 妈的胜负的 他就看这个眼虫 还在探 还在探草虫 还在探草虫 探草虫 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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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击 看到了看到了 我靠 看到了看到了 就绝对看到了 就绝对看到了 绝对看到了 把菊花一锦 刚刚过去的时候 看哪看哪看哪 他这个位置可能看到 哎 看哪 哎没看到我靠 看到吗刚刚那小 这你妈 啊 没看到吗 没看到没看到 绝对没看到 但是这个眼虫跟着就没问题 到底看没看到啊 你妈的这个 好你妈刺激啊现在 没看到绝对没看到 是没看到的 因为他后面又走 没看到没看到 对 看哪看 三个眼虫 他三个眼虫 嗅到了危险 而且往上走的 我靠 对对对 嗅到了危险 他可能看到了 有可能看到了 你觉得呢 我觉得 我刚才可能有可能看到了 但第一次数量肉侧已经起来了 他绝对面 你看他这个蟑螂走的位置 怎么可能看得到 有HA X 他都差 他没视野 因为这个这个在这个呃 滴滴 他有高台视野才行 就打慢了呀大可 好啦 这边 又来 fans 给你换掉 反正飞龙飞龙就这么回事了 第一次现在各种ما 这个第一次没用 纯第一次还是没什么 他 proud of路口吗 还跳露 跑路 飞火爆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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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ps 肥龙已经没了 废了 这部肥龙已经 一波打下来 擦了把50人口 没了 他刚才那个 他刚才那个就是H第四的一下是翻盘的一个点 但是没过来啊 输了 有飞蛇的结束了 他飞蛇过去 到时候飞蛇刺蛇带第四打你 纯第四随便打 如果第四射准也没事 但这把我们说 肉隔其实发挥很差 今天 你想想第一把他怎么输的 大可是明显 我觉得他在打到中期的时候有点急了 就是脑子变红白了已经 这个今天绝对还是 看下来的话是肉隔的状态更差 第一把就输得很二 第一把就输得很二 然后这把 这把输得也很二 你拉呀 那么多飞蛇 大可走女王其实是给了他机会的 随便拉呀 我靠 拉了就可以介绍了 没了 随便挨了 这种怎么可能守得住嘛 对不对嘛 他射程都还没好呢 现在好了 肉隔 肉隔 今天的发挥很差 失误他也多了 大可走女王给了他那么大机会他都没 这个已经没救了 大可多一手飞蛇科技 你怎么打嘛 改动定出来也可以往前爬的呀 有什么我第一次比你多 我就跟推坦克一样的呀 对呀 我就跟推坦克一样的呀 有什么区别嘛 我就往前推就完事了 机器 肉隔 这他妈都能输 不容易呀 大可笑了 这都翻了 我这走女王怎么绝对失了智 但不管怎么样 还是赢了最后 大可还是太上头了 呼叫默默口呀 现在去 我去把默默口拖上 默默口在不在 默默口上中了 上中了 他不 你不是今天去 来了来了来了 我把我 你看得到吗 我看得到 我刚刚一直在看 OK 我把英文流切出来 你 你是 你英文流 你是看了阿菲卡的英文流吗 还是怎么样 对 我看了阿菲卡的 诶 这是阿菲卡的吧 ACD帮我弄的 我不知道 Youtube的就是 Youtube 那我我开 Youtube的英文流吧 我们 你等我一下 我开Youtube的英文流 Youtube G.S. 等我一下 你来 翻译啊 好 你会不会记得那 那我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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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rk 看得到 他感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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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 三个 三个 四的 四的 二的 G.S.L. 我看得到 他可能会很高兴 那我看得到 哇 那是 真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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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那是 二年前的 D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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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start,you should beat your nemesis,broke,and you move on to around the floor. I've lost him countless times,so I'm really really happy right now. I'm really happy if I've been able to see yourself. Today was a progenary bbz match start. So what does this match mean to you? What do you usually mean would just go for the standard play? So to be rogue,I had to offer a different strategy. If you're in rogue,I had to offer a different strategy. If you're in rogue,I knew that I would lose the match. So I tried to go for it all the time. It takes to beat rogue,dark. In blackburn,you were baited by the opponent's main game. And there were big moments of danger. If you're in rogue,you're in the dark. And there were big moments of danger. I was in the d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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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n I saw the enemy,I was in the dark. I thought I was prepared for a good strategy. But I think I did some make mistakes. But in India,you were definitely on a different level today. In Romanticide,you were able to gain the win with the macro. And the whole... And there were big moments of danger iques,when you had tougher they الأ casting at Romanticide. You were able to gain the strong logic. T inappropriate... You were able to gain the strong Policy. 奠定了今天胜利的基石 在最后一场比赛中 有非常多的高光时刻 这个 蟑螂和女王的进攻 化解了飞龙 在中期的时候 他飞龙成形 我其实很担心 我会输掉这比赛 因为我只有狗和蟑螂 他问他有没有想 获得战胜大 战胜肉购取的奖杯是非常难的 他今天获胜 然后问他有些什么想法 他问帕丁和佐恩 他想见到谁 因为帕丁的自爆球非常厉害 今天我希望他们有厉害 然后试试 然后就期待他未来的表现 今天他表现已经非常令人震惊了 让他说一些对赛季的一些寄云 就他现在 他觉得他今天打得还不错 他一会想回去休息一下 然后还有就感谢他的赞助商什么的 他会一直努力的练习的 大概就这些 可以啊 就 可以 哎我 我有的时候会 我说话就听不见他说话了 所以会漏一些 见谅见谅啊 没关系 听个大概就可以了 这个这个济师上中上的可以啊 莫莫会可以啊莫考 哎你以前是 你以前北京北外的吗 啊对 可以啊 这个英语英文没白学啊 我靠 有一点紧张 有点紧张 第一次来翻译 一会一会一会打完再叫我 我一会再来上中 我我问你他 如果有成都的成都的那个 二五仔的什么小孩要要要 上英文课能不能找你啊 来呀来呀 可以吗 来呀 可以可以直接可以叫我可以叫我 就呃就可以讲一点可以讲一点 基础给他们打打基础什么的 可以可以可以 好了待会让你啊 嗯嗯嗯 拜拜 可以啊 这个翻译 基本上都到位了 这翻译可以的 帮助我 好 你 抱歉 我 我 谢谢大家